带给我们哪些意义呢 那圣灵降临呢 在新约时代呢 其实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呢 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要认识就是 应许得到了应验 应许得到应验 早在这个耶稣基督 还没有定十字架的时候 他在临别的这个 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里面呢 他就记载 他在为蒙徒祷告 他呢也就是 向他的蒙徒应许说 圣灵会降临在你们的中间 他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就是圣灵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圣灵 就是真理的圣灵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耶稣呢 他应许有一位圣灵要降临 那我们看到 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 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灵 他就有降临 他在带领我们 他有带领教会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 就是 耶稣基督就是在应许圣灵的降临 然后圣灵就来到我们的当中 这是一个应言 第二个是蒙徒得能力 教会得建立 那我们说主耶稣预言呢 说说 他预言说 我还告诉你 就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那在最初的时候 我们看到彼得 他三次不认主以后 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 重新的兼顾他 耶稣基督曾经三次的问他说 你爱我吗 你爱我 如果你爱我 牧羊我的小羊 那彼得就大大的复兴 那今天呢 神把这样的托福告诉我们说 你爱我的羊吗 爱我 你就牧羊他们 所以呢 神把今天的护照 也放在了我们的教会当中 那让我们再次来为主 大大的做功 复兴教会 那今天呢 我们说 这样的托福已经领到了我们 那今天是神的使命的一个托福 也就是说圣灵用心 我们使徒要什么呀 这个使命要传承 那今天神把这个护照放在我们当中 神让我们要有这个使命感 要有这个传承 这个福音的使命 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那这个使命 不是给教会的某一个人 不是光给牧师 不是光给传道人 是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弟兄姊妹 所以今天神的护照就领到了你 如果你听到 你就向神去说 神啊我愿意 恳求你的圣灵将在我们的当中 愿你的圣灵来带领我 来复兴我 来兴旺我 让我能够站起来 为主去做功 我去做功诶 让你拍拖子 让你拍拖子